今天就跟着马之一进去这个季节里面 看看里面都卖着一件什么样的台湾美食啦 它那个台就好像台湾早餐变成那样 一模一样 那第一个是买这个快乐QQ球 我老婆最爱的 我来吃吃看 嗯 我觉得它跟台湾很不一样 它里面有那个白骨的份量比较多喔 蛮好吃的 哇 在日本吃到台湾正宗的牛肉面 它是这个酸菜口味的 好软嫩喔 还是台湾人喜欢吃这种台湾的牛肉面 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在日本喔 像这种中华的牛肉面 它有很多种类的 嗯 那吃第三道 这个是卤味吗 这个是卤豆干欸 这个是卤猪脚啊 大家看这下面还有这个欸 猪头皮 哇 它还有猪头皮欸 猪喔 台湾的味道带什么 那个蒜蓉酱 吃这个大猪脚 这个猪脚是有点冰镇过的 一咬下去的时候 也可以感觉到 鼻的外层是冰冰凉凉的 咸水鸡欸 那这个咸水鸡 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个地方是 这里有一个柠檬欸 它应该是蛮特别的 酱汁超配的 我先喝一口它的这个 汤的感觉 它比较清淡一点 我们台湾吃的都是 比较有点重型 对不对 我觉得它这个应该是 专门为日本人有做一些 味道上的改良 嗯 肉 超级嫩 我觉得今天 所有这个台湾夜市的活动 食材选择都非常的好 吃到下面的话 它也有一些就是内脏类的 来吃吃看这个卤肉饭 欸 这个很好吃欸 超级好吃 跟你讲在日本是卤肉饭 不是太咸 不然就是太甜 这个就是完全 真的台湾的味道 它不完全是卤肉 它有点肉造成的在里面 嗯 好好吃啊 我现在也有一点 这个能量发出 或者李希依 �幹什么啊 不期待 哇 马自宜买到这个台湾啤酒 非常的怀念 嗯 越来越晚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台湾夜市呢 人潮是越来越多 而且刚刚在排队准备买一些炸物的时候 有些东西还卖完了 就买不到 现在整个外面 一整排都是冷 所以我们现在还是赶紧要吃什么呢 赶快去排队一下 那我们再来介绍下一个台湾美食 葱油饼 诶 是葱油饼还是葱抓饼 面的话好像没有给酱啊 就是这样子原味的 哇 哇 好多 我们料理的喔 非常的舒服 如果真的日本人在日本就可以尝到 这么正宗的在地台湾角色 就真的是很幸福 你买了什么严酥鸡 还有鸡屁股吗 对 然后结果它还有两个这个号码台 这场地算不大 但是里面的老板真的很厉害 那这个小小的帐篷项链呢 后面就开始掉立起来 很像台湾版头的那种感觉 我们的这个令赏来这边帮忙 没有 今天感觉怎么样 感觉就很忙碌 很忙碌啊 因为我没想到这么多人 现在在Twitter上已经看到很多 人太多 太多了之类的 要等很久 而且不止日本人 我觉得台湾人也超级多 对 台湾人超多 对 台湾人超多 我刚刚在旁边在排队的时候 都是台湾人说 哇 我要吃这个什么 因为在大阪好像 这好像是第一次这样办吧 在东京的话 一直都会在东京铁塔下办台湾 哦 对对对对 之前好像有对不对 在大阪也会有花人一起办 就是包含中国啊 台湾啊 或是其他马来西亚 就只要是花人都可以一起办的 会有 但是这一个是全部台湾人的 难怪是我们到底 来看一下我们买的这个西屁股 哪一间那有卖啊 那一间炸物的那间店有卖 可是那一间排最多 最有人气 最多人的那一店卖 我来吃一口看看好了 好 吃一口看看 突然没有很炸喔 好像很... 日本的 看这个大小 感觉 感觉不像台湾的 不过它的 其实日本的鸡 它的味道有 有到有那种台湾的感觉 另外我买了一个 綜合咸酥鸡 这个应该是珍珠中心这间店吧 我没吃过 我也没吃过 但全大阪好像只有他们在买些 哦 好吃 好收到 By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